大家好,红掌因为开花时间比较长,所以消耗的养分比较多,所以红掌是一种比较细肥的植物,那么我们就要定期给红掌追肥,但是追肥的时候呢,我们有一种肥的大家一定要尽量避免使用, 要不然的话对红掌的生长特别的不利,会导致红掌花朵颜色褪色导致它生长慢慢的变缓慢,甚至是导致它的叶片会出现这个畸形特别厚实的叶片,那么会影响你整个植树的一个观察价值,那么是哪一种肥我们要尽量避免使用呢? 这个时候我们应该尽量避免使用含氮量特别高的肥料,比如这种纯氮肥就不适合给红掌使用, 因为红掌的话呢,因为它开花的时间特别长,它很多时间都是在开花的,那么它其实所需要的这个营养元素呢,是凌肥的需求是比较高,其次呢就是氮肥和钾肥了, 那么如果我们吃了太多的氮肥就会导致呢,你的植株氮含量过多,就会影响它的一个生长,导致它的花朵和叶片的受到影响,就像我刚刚说那样,叶片呢,变成一个畸形,而且非常厚实的, 再加上花朵的颜色啊,本身是特别鲜红,就会慢慢的变成粉红,慢慢的变淡,然后呢,整个植株的观察价值就大打折扣了, 所以我们在给红掌追肥的时候呢,大家一定要尽量避免使用这个虫氮肥,或是氮含量特别高的肥料, 我们要追肥的话呢,建议大家就用这种洗酸植物线有进氧液,这样呢,既可以补酸又可以补肥, 而且呢,弹铃甲呢,是比较合适的一个比例,是比较适合红掌生长的, 当然呢,如果大家想要使用一些固体肥的话呢,我们也可以用这种树下复合肥, 这种荷兰进口的弹铃甲的比例呢,也是比较适合那个红掌生长的, 再加上里面还有一些鎂和铁,对于红掌来说的话呢,鎂和铁也是不可或缺的, 那么这样子呢,给你的红掌式肥,才是对它最合适的, 而今天就分享这里,我们下期见。